一望无际的农村景致 缅甸南部博固省阿来尼村 大山里的子民 偏远让他们始终紧贴贫穷 孩子跟着父母收集橡胶汁液 加工冷冻后赶成薄片换取收入 这样的习以为常 让在地昂特地寺院法师相当不忍心 2006年起办学 让孩子从小学读到高中 超过400名学生只有7间教室 必须两个班级共用一间 有些还简陋地在大树下摆起黑板桌椅 一下雨就积水上课被迫中断 马来西亚13位慈祭志工前往搭建简易教室 这可是村子里的大喜事 我们是在大搜寺晨教室第一次 他们在大搜寺里的地方 在马来西亚实在看不到 真的看他们很贪困 即将盖好的四间简易教室 将充满狼狼读书生 孩子也说出自己的愿望 待新闻黄露发 泰左左 缅甸报导